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后来我慢慢发现其实有一个更好的形式 所有人一起做梦 就是在一起成长一起做梦 跟大家一起成长的王源也一直追逐着自己的音乐梦 他学吉他 练钢琴 自己写歌 通过音乐表达内心 可否把走过的路再退回走一遍 至少让这杯咖啡风味稍微变天 花瓣其实就是一个描写离别嘛 每个人每一天都在经历离别 就像现在我已经和上一条自己离别了 我今天住过这个酒店明天住不了 就酒店离别了 可能我们采访访我回去了我们就离别了 就是人的每一天都在经历离别 也算珍惜当下了 2019年 王源在几经考量后 最终选择远赴伯克利音乐学院求学 异国他乡的求学经历 也更加坚定了王源的一颗音乐心 我可以为自己歌唱 可以为别人歌唱 可以为花桃树弩歌唱 可以为任何东西歌唱 我觉得这是一个歌手需要做的 除了音乐 王源也没有放弃表演 早年他曾参演过电视剧《青云至小离别》 电影《绝迹》等等的拍摄 但当时外界对于他演技的评价始终褒贬不一 我也没有放松 一直在努力地寻找好的作品 好的剧本 然后也希望不断磨练自己的演技 希望下一次在荧幕面前 以一个影视人的身份出现的时候 让大家觉得有进步了 终于在2019年电影《第九天长》中 叛逆少年流星一绝让我们看到了王源的成长 就连女主角永梅都对他赞不绝口 我第一次见他的时候 我其实还都不知道他是做什么的 他其实是一个很可爱的孩子 他聊到他自己的家庭跟父母 他说都是普通人 喜欢家庭生活什么的 没有浮躁气 这个特别难得 他还认真 他知道怎么去琢磨人物 在即将到来的十一国庆档 王源又有新作要和大家见面了 在《我和我的家乡回乡之路》单元中 他变身成了一名导游 一口陕西话那叫一个纯正 我野奶奶爸爸都是陕西 都是陕西人 然后小时候他们也会说一说 虽然我说的不多 但是那个调调 我还是常年在听 所以说去学的时候 更快地就可以捕捉到那个神域 做歌手 做演员 做偶像 王源一路向前 一路成长 但初心始终不忘 时常往回看吧 别忘了自己最初想做的事 我希望在一些重要的事情上 包括我所坚持的事情上 要拿出一股 就是要拿出一股猛虎的态度 猛虎扑石那种态度 就是这个意思 就是在我所坚持 所认定的事情上面 一定要有百分之百的 专注力和精力去做它 记者姚维嘉 西藏独家采访报道 前两天 吉仙峰宣布 定档9月30日 缺席的成龙式动作喜剧回来了 强连弹雨 景险爆破 飞车追逐 入行第60个年头 成龙依旧很拼 如果没有疫情影响 他几乎每年雷达不动地 出现在各个电影的黄金档期 虽然热度早已不可同日而语 但有他在 很多观众心里就有了寄托 每一年我拍个电影 就是我最好的礼物 奉献给他们 所以每一部戏 我真的是很用心 用力 几乎是有时候用命去拍 回报我的影运 1971年以武行身份 打进电影圈的他 开创了功夫喜剧 这一全新的模式 主人公在动了观众的同时 顺便把世界也给拯救了 李小龙之后 是成龙再次将中国的 功夫电影发扬光大 这三个积极 这是一个积极 这是我的积极 谢谢 因为我还有理由 继续拍摄电影 跳窗 踢踢踢踢 继续破坏 谢谢你 谢谢 那个年代的年轻演员 通常不靠颜值 而是实力 继续跳窗 继续拳打脚踢 继续摔断骨头 这三个积极 几乎是成龙从影经历的缩写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 成龙还能打多久 几乎成了观众 每年都要发出的疑问 曾经风华正茂 一起合作的功夫演员 多年后 重剧脸上已爬满了皱纹 有人渐渐转移幕后 有人淡出了人们视野 而对于李连杰来说 偶尔的出现 不仅是惊喜 更是惊吓 因为谁都不愿看到 一代功夫巨星 两冰斑白 面容憔悴的模样 因为你老不拍电影 就说他残废了 他病了 完了我说 我就说 我没被轮椅代言 那怎么老 老帮我做轮椅呢 有一次我被死亡了 完了相太发给我 连追导会都参加了 他就发了一个微博 他说追导会 我一能去 怎么不通知我呀 所以被死亡了好多年 当年一部电影《少林寺》 让李连杰家喻户晓 事业蒸蒸日上的他 在1998年 选择独自前往香港发展 然而事实弄人 港漂失败 心灰意冷的李连杰 只能远赴美国交权 多年以后 导演徐克带着黄飞红的剧本 远渡重阳找到他 这才开启了 李连杰的功夫电影之路 2013年李连杰承认患上假看后 便嫌少看到他的身影 在看时他已容貌大改 昔日英雄也不再年轻 谁才是功夫之王的遐想 只有通过电影里的踪迹 去寻找了 那些年港片中 一起追过的男演员都老了 但最近仍有一个 让人惊喜的名字 出现在了本节大众电影 百花奖最佳男主角的 入围名单中 他便是周润发 优秀的演员将自己 融入角色本身 其一拼一笑 都散发着亮眼的魅力 在发歌这里 则将这种技能 发挥到了极致 细力意气风发的他 私下为人却谦和得很 他不认识我 也不知道我是谁 他真的陪着我 说一个 就是刚刚午饭的那段时间 他一面吃饭 一面跟我聊 叫我一定要拼一下 那我就接了那一步 他就改变了我一生 因为那时候 我是他系脚脚伤 然后我就在外边 不意碰到发歌 然后碰到发歌之后 他就看我脚伤 然后帮我 就告诉我 有个地方 有个好的医生 特地跑去帮我挂得好 生活中的周润发 就是市民周先生 菜场地铁等等公共场合 都可能成为你偶遇他的地点 其实来讲 周润发在香港人 心目中不重要 哪条线呢 不论你从南到北 在香港 西到东 没人管我 坐下来他们就是 玩手机 周润发走来走去 没人看我 已经不常拍戏的周润发 这次凭借电影 无双中的精湛表演 回到了评奖的队列里 当时这部影片中的一幕幕 像是又看到了 我们记忆中的周润发 再配合英雄本色二中的 那段名台词 别有一番风味 英雄本色之前 很多人认识周润发 但却对迪龙 没那么熟悉 时间如果往前 倒个十几年 他可是古装银屏上 手取一指的美男子 当年和他 红遍香港的 还有演员江大卫 两人一起缔造了许多迎平神话 但遗憾的是 双子星终究分道扬镳 江大卫开始转型 而迪龙则遭遇了 事业的花铁卢 直到遇到了徐克和吴宇森 在英雄本色里 迪龙发量少了 肘纹深了 却更有形了 如今迪龙已经74岁 气舞从文的江大卫 也其实有三 找他们的剧本 也不再像当年那样 源源不断 但好在他们还在自己 热爱的岗位 我做演员就是说 我是希望可以去尝试 一些没演过的 希望在不同的年纪 有不同的表现 就是等于说 活到老 学到老了 我现在就很幸运了 到今天还能够拍 还能够做 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记者刘冲编辑报道 正在东方卫视热播的电视剧 《平凡的荣耀》反映了 一个个现实的职场生活 演员白敬廷也第一次出演 一位职场菜鸟 流量于实力兼备的她 也希望通过这部戏 让观众看到她更多的可能性 在电视剧《平凡的荣耀》里 菜鸟员工孙艺秋是个空降兵 从来没有任何职场经验的她 通过私人关系进入投行工作 这样走后门的行为 引起了上级吴克之的强烈反感 对 里面有一个比喻 其实挺形象的 就我是对孙艺秋说 说别人都是一步一个台阶 慢慢地去走上来的 你一个坐电梯直接上来的 你凭什么 凭什么跟我要求这么多 在公司里谁不努力 谁不是一层层的 通过筛选 通过竞争 辛辛苦苦爬上来的 你呢 你是坐电梯直接升上来的 你觉得这样公平吗 我自己本身进入这个行业 进入演员这个行业 也属于一个空降兵的身份 然后从第一部戏开始 就是我从来没有演过戏 就是会很敏锐地去感受 周围每一个人对你表演的反应 就是可能一个场合人员 演完之后你看他 他一个不满意的表情 我都会觉得挺受打击的 我这种心情 我是比较能感动身受的 戏里的孙艺秋被家人安排 进入到自己完全不擅长的领域 戏外的白静婷也有类似的经历 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音乐学院的他 从来没有学过表演 一入行就被看中出演了网剧 《匆匆那年》里的男二号 其他人都是科班出身 然后都有很丰富的表演的经历 只有我一个人没有演过戏 所以我就特别怕拖他们的后腿 对于演戏 白静婷是认真的 出道的前几年 他接的剧本大多都是青春片 虽然能吸粉 但是角色却有点雷同 直到2018年的一部《天圣长歌》 导演说原本找到白静婷来出演 是看中他的流量 没想到他竟然是个年轻的实力派 大侠 你看有吃的呀 没有 喝的吗 也没有 你们江湖人都随身在吃喝的吗 没有 也不是说特意的转型吗 因为我觉得在20岁到30岁之间 是一个吸取的最好的时机 所以我希望在这个年龄段 能够去尝试不同的角色 被我之后可能30岁以后的演艺生涯 能够有一个更长远的打算吧 有着明确职业规划的白静婷 还有一个困扰 因为在各大综艺节目中的突出表现 很多观众也就此把它归类到综艺咖 虽然综艺节目对于流量艺人来说 是最能维持曝光率的一种方式 但是白静婷仍然希望更多人 能认可他演员的身份 我自己还是希望大家提到白静婷 这三个字 第一想到的是演员这个身份 而不是就是我经常以综艺的形象 跟大家见面 所以在去年我也是减少了 自己综艺的录制 希望能拿出一个好的作品 跟大家见面 让大家觉得就是 我还是一个演员 记者李培志上海采访报道 欢迎回来 本节目是由水中贵族百岁山 引用天然矿泉水特约赞助播出 让我们一起来看下一条新闻 在之前热播的剧集穿越火线中 陆涵用自己的演技征服了观众 如今凭借在节难逃的反派赵彬彬一角 我们看到了他的成长 更看到了他在演技上的飞跃提升 大众也认知我的那个形象 有巨大反差的那种角色 我特别喜欢 我会很看重第一次演反派角色的机会 赵彬彬这个人设 白天是救死扶伤的医生 而到晚上却化生成为凶残的杀手 演绎这样的双重人格 是挑战也是看点 记者陈湘芸综合报 好了 今天的文娱新天地就是这样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咯 拜拜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